《落天之命,你居民》 林记运小姐 哈啰,师傅,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你 我曾经去过一些寺庙 就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画面 就是有一条很长的很长的楼梯 而楼梯旁边有一块板 就写着压连板 那其实是什么? 你以为是一块板写着压连板 那块板是什么? 其实不是在讲一条楼梯 因为它的板是指楼梯的级数 是叫板 压连板是指人生 是有几个叫大压之年 大压之年 大压之年就是我们中国古文化里面 一直研究 人每一个人的一百年的寒暑里面 是到底有一些什么的年份 是通常会发生事 那有几个角度去看 第一个角度就是跟太岁的角度 第二个就是跟我们所说的叫做本命年的角度 第三种就是叫做大压年的角度 是 而这个大压年 甚至是被认定为准确的 通常都有事发生 是是福是和 那一定是压 压是压运不好 那这个文化在我们中国 是认为这五个压年是很大的 通常都关系到生生死死死 是 所以很恐惧 那这个文化呢 在唐代的时间呢 就传了在日本 那在日本呢 是对这个大压之年呢 更恐惧 是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日本的寺庙参拜的时间呢 日本的寺庙里面呢 全部参拜的原因呢 都是因为那个人是犯这个五大大压之年呢 是而去参拜 那由此可知呢 其实他们比太岁和本命年 是 那所以这个五大压年呢 是在我们中国古文化里面 是一个人生变动的重大密码来的 那这五年呢 就要跟大家讲 因为在中国呢 我们就是不叫大压之年 是叫做五限 限呢 是指大限 是 那你听到大限 有大限有小限 小限就是说你要入院大修差不多呢 是很大件事生命有关的 很严重 大限就是死得的 所以通常来讲这五个岁数呢 是以虚灵来计 是 第一个大限呢 大家都有听过 就是男人最忌的 就是42岁 42岁 如果我们当是虚灵来计呢 其实就是41 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山根位置呢 就是我们男人的第一个的大厄之年 所以当一个男人走路来的时间 无论他是小孩 或者他是成长 我们都会一看一看一看 他这个位置是怎样 如果这个位置是很偏 凹了他的时间呢 通常来讲 有两个秘密 在他这个的大育之年是会显现 第一就是那年他母亲多数会过世 或者那年他母亲会有个大病 第二就是那年他本人会有个大病 在身边里面有位亲人这个位置就是套了下去 那年他走街的时候 就看到地面上是有一栋的银子 于是就很开心了 于是就立刻拿出银子 地上收到宝 原来拿了银子之后不知道为什么 在道教里面或者在其他的宗教里面 他们都叫那些人不要在街上收拾别人的钱 因为那些钱不知道会不会是有些不好运的人 是跌了下去 或者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古灵清怪的扶法 所以通常我们中国古文化 也是叫那些人在街上不要乱地收拾别人的钱 甚至不要收拾别人的钱 是应该将那些钱去报警的 这个是中国古文化 但是当时我认识的这个亲人 他就收拾了这个钱之后就自己袋下袋 之后他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周身不舒服 出之有两年是下不了床 是神经衰弱症 还有自己有一种恐惧症 是心理病 那这两年里面刚刚就行正他这个 山根位 是山根位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男人的虚灵42岁 是 那另外一位朋友呢 他又是在这个位置要脱离的时候 那一年他母亲就过世了 那另一位朋友呢 也是这个位置脱离下去 是男人 那一年呢 他就是股票失败 是最终他看不开 最终是跳楼而自杀 短见 那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很担心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这个位置那里呢 如果看到一粒大蜜呢 是有四个字 都挺害怕的 吓死而香 的意思就是说 他会离开家里做生意 或者他去旅行 去了别的地方的时间 是于是出了意外 他回不了家里 所以这个位呢 通常在男人里面来说呢 是非常之重要 我曾经见过有些人呢 他在这个生机位呢 是有一条环线的 有一条环线就是代表 这个是我们叫男厄的 42岁这一年 是会开刀或者撞车 那原因就是一般的男士呢 大概开车呢 跟结婚一样 结婚有七年之样 就是七年之后 很容易婚姻有问题 原来一个人开车呢 都有七年之样的 是吗 就是当你拿了车牌之后 你开车呢 七年之后呢 你就开始那一年呢 很容易撞车 所以男性的这个 第一个厄年是42岁呢 通常也是 你所说的有一条纹呢 是代表会 汽车的碰撞 那是会身体受伤的 那女性就是几年呢 女性就是33 就是第一个厄年 就是眼睛了 那33呢 就是刚刚呢 就是上到去我们那个叫做 眉的尾部 眉的尾部 眼就是34 她是33 那33岁呢 这个是虚灵 其实就是32 32岁的实灵 32岁的实灵呢 眉呢 就是31 32 是上那个眉了 那女性的眉呢 我们看一下林记的眉呢 都算是OK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人的眉呢 的眉头是会有翼毛的 有 第二种就是眉尾那里呢 好像一把刀 或者甚至眉尾那里呢 是很特别的 好像一个人 我看好像是扫把 一个扫把 这样的 而逢有这种眉的人呢 那女性呢 在她33岁那年呢 也就是行这个眉运的时间呢 她就会有一种所谓叫做刀杀 这个刀杀是会伤她的兄弟姐妹 特别是阿哥的 是 那是很容易她阿哥 或者她的弟弟会出事了 阿哥就可能会突然遇到一个绝症 过世 或者她弟弟就是那年的事业失败 是 是没办法可以站起来 是 所以一条眉很厉害的女人呢 通常她的兄弟都不是那么好 就是损伤家企的男丁 没错 通常她家企的兄弟 姐妹没事的 兄弟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女性的眉呢 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有一种很高的智慧 就是假如这个女生出来 这个女生出来 她的眉强的说话呢 都会跟她梳眉 或者跟她将眉收一收 收回幼一点 没那么厉害的 我又见到有些人是断眉的 去到眉眉那里呢 是断了一小点才有眉眉的 断眉呢 就是代表着父亲或者母亲呢 的手脚有事 或者他们会离异 那等于 譬如我们一看过去的时候 见到你的眉 譬如有一条高一条低呢 都是代表着你的父母呢 是离婚之后呢 再娶 所谓俗言呢 或者是再婚 就是妈妈再结婚 那另外两个呢 就是林继琴 老人家常常都说的 就是老人最忌呢 就是七十二岁和八十三岁 那你知道你老人一踏入七十岁呢 就很害怕的 那最害怕的那一年呢 就是1071 虚零72那一年 那一年呢 有一个缺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假如你不过世呢 你的家人都会死 是说明死亡 那事实都是啦 一个七十 虚零72岁的人 那他的配偶不多不少 都一百年多啦 那或者他身边的父母 如果再重再细 都起码九十多啦 那当然会走啦 那所以对这个七十二岁 是全有恐惧 是 另外八十三岁 也就是1082 虚零83呢 又叫做仇上关 仇上关也就是说 老人家到这个年岁呢 那一年呢 逢亲那些节令呢 就害怕啦 或者特别是那些大节 清明节啦 中秋节啦 鬼节啦 七月十四啦 或者过年这个 所谓是春节 那他们只要过了一个节 就代表过了一个关 要常听到老人家这么说的 是啦 如果你是这个时间节导院 这个就是中国呢 文化里面的特色 就是说 同这个的特色里面 可以明白得到 就是人对于这个寿命的恐惧了 嗯 其实代表了这几个之后呢 其实大家之年呢 还有两个都很厉害的 是 一个叫做男人五十一人冲 人冲 原来就是只走完这个地方之后呢 走这个位呢 人中位 这个叫做人中位 男人呢 虚零的五十一岁呢 那一年呢 亦实灵呢 就是五十岁 虚零五十一 五十一岁那年呢 男人呢 那一年呢 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劫数 是 那个劫数通常是很危而不险的 另外一个呢 就叫做 睡运并临 不死自己 死别人 这个什么叫睡运并临呢 就要在指评明理里面才知道了 是 就是他的大运里面走一个天干地支 而那年又是天干地支那这个就叫睡运并临是代表着会死亡的 所以在我们中国古文化里面研究人的生死呢 都有这么多的东西 而弟弟哥呢 从虚零一到十二岁 那都会有一个叫做厄连 那就会去一些寺庙呢 去厄连板那里呢 十二岁那个就走到第二十二级 在那个位置那里呢 就放下一些铜钱 然后如果那个人是四十二岁呢 走到第四十二级 就在第四十二级 放一些铜钱在地下 八十几岁呢 八十几岁就要走到八十三岁那里 所以通常这个厄连板呢 都起码有一百级的 是给大家满足 那有些秒呢 没有呢 他就走回头 譬如说他只有五十几级 走到五十几级的时候 走回头再继续数 好 数到那个八十三级 或者七十二级 是 就在那个位置 放铜钱下去 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大厄之年 那在我们中国观文化 有这些这么有趣的东西 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